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随着成都天赋国际机场投入营运 加上原有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令到四川成都成为继上海和北京之后 中国内地第三个拥有两个国际枢楼机场的城市 成都天赋国际机场 在今年6月27日正式启用 它属于最高级别的4F机场 外形就像太阳神鸟一样 由空中附陷两座红砂楼 就像两只镇子的神鸟一样 总面积71万平方米的红砂楼 以米白和卡其色为主吊 3万平方米的羽毛状吊顶设计灵感 同样来自于太阳神鸟的羽毛 进显四川成都的人民特色 除了外形奪目之外 成都天赋国际机场也是一个智慧机场 里面拥有大量自助设备 当中的自助直机 除了可以传统刷身份证方式操作之外 还可以透过人念识别技术 实现全程刷念出行 不用30秒就可以完成登机程序 机场同时可以自助行李托运 当中采用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复杂、 技术含量最高的行李处理系统 这套智能化的设备 能够精准完成所有行李的分解和运送工作 在智能设备方面 行站楼设置智能机器人 为旅客提供资讯和到航服务 甚至可以跳舞娱乐旅客 就连厕所亦都非常先进 采用智能玻璃之余 亦都引入各类物联网传感器 可以清楚显示哪一格未被人使用 following hirme 在智能上上上上下作为派人 ? 就是我们来自得的 准备 明 completed 这个小学校 在学校中的小学校 视频 中准备 而已 通宾